3.27分左右 我正在酒店在工作 然后就突然传来了 外面传来一声非常大的爆炸声 然后紧接着就有枪声 因为我当时住在317房间 我就一时间通知了 我在315房间的一个同事 季先生离开房间 我马上穿上衣服 就走到楼道当中去 从没有坐电梯 楼道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之前公司培训过一些 基本的恐恐的常识 当时因为房间 我们把灯都关上了 拉上了船帘 然后所有人都在黑暗当中 只能听到外面的这个枪击声 大家都不敢说话 那几位女士就在哭泣 气氛也非常的紧张 大概在5点20的时候 我的手机提醒我 这个时候正好 房间也传来了敲门声 我们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不知道敲门的是谁 然后手电的这个管理人员 跟外面的警察联系 确认了再三确认身份以后 我们才把门打开 打开以后发现 是肯定亚的特种部队 对 它是肯定亚的特种部队 我怕死住是不是 两个黑暗三确认 就 combat一一个 Գ DES каким 再来 大安 响 到了 来 你 多